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其實回想到 我第一次看魔術應該是國小啦 對 那那個真正的情境是我爸變給我看的 對 他拿一個福克牌 然後就玩你簡單的把戲 那那時候其實我就真的不知道魔術的秘密 就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有這種 就是背後解釋原理四次而非模擬兩可的東西存在 然後有一部分的我 就很想要相信世界上有魔法 但是呢 我爸也就只會這一招 然後就此打住了 對 我想要挖掘更多 發現就是我爸一直顧著又會演他 然後就得不到下一步 影響我最深遠的魔術 反而是在國中的時候有一個同學並給我看 他坐在我後面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不好好上課 拿一個十塊錢 然後叫我看他變一個魔術 他把十塊錢就說 你看喔 你相不相信我把十元吃到嘴巴裡面去 然後就跑到我的脖子後面 然後其實你們可能知道這是一個很基礎的魔術 對 但當時我就看到這就非常震撼 因為他 對我來說 他真的把那個十塊錢就吞到嘴巴裡面去了 然後側頭側尾的檢查嘴巴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正當我肩魂未定的時候 他又從脖子後面拿出來 我就 當時不是看表演的那種想鼓掌的衝動 我總是覺得 我當然就是感覺他在真假之間嘛 所以 非常的震撼 但是我又不能有什麼直接的表示 因為我在上課 所以我轉過來之後 我滿腦子都在想這個魔術 就沒辦法好好上課了 我猜這是他的詭計 但 終於等到了下課的時候 我就 不斷的死纏爛打 叫他教我要這個魔術怎麼變 他最後拗不過我 終於把這個秘密告訴我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失望 極大的失望 因為我本來想說 這個魔術這麼神奇 你要嘛就是你真的吞下去 然後你透過一個什麼 搞不好你做一個特殊的手術 你在展示你的這個手術的一個 特別的能力 還是你有一個很快的手法 真的是你可以一彈 瞬間就超過我的眼睛的速度 跑到脖子後面 結果呢 他根本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話術而已 對 那可能如果真的故事停在這邊 我的魔術之路也就打住在這 就像我國小那樣子 不過呢 就有一天音樂機會之下 我有個機會 我就表演給另外一個同學看 一樣話忽略 那這個魔術在我當時的心中 已經是一個很爛的東西了 我只是想說打發十件而已 結果殊不知 就是我變完之後 那個人的反應 嚇死了 跟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一樣 我才意識到對耶 我現在覺得他很爛 是因為我知道秘密 但一開始我曾經也這麼驚訝過 透過這個三個階段 我好像就串起來就是魔術是這麼一回事 一開始我 見三是三 也就是我看到就是魔術傳達的幻象 我知道秘密之後 開始見三不是三 當我自己操作 然後我看到這個反應在別人的臉上顯現的時候 見三又是三 我看到真正的全貌 對 這是我的一開始 我覺得那個時候學魔術跟現在是兩回事了 十幾年前 那時候甚至連大魔鏡這個節目 大魔鏡這個節目是 我覺得算台灣魔術圈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在那個節目之前的話 其實我們就算想學魔術也不知道從哪裡找 網路也沒那麼發達 那我教我魔術的這個同學 其實這部分跟我爸是一樣 他也只會這招而已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討論 我們怎麼樣可以學更多魔術 結果呢就找到了原來有魔術商店這種東西 那其實我們找魔術商店 在台北來講的話 只會找到幾個結果而已 其中一個結果就是樂器屋 羅賓老師開的那間魔術店樂器屋 那我們就搭捷運去樂器屋 每個禮拜去 那其實我們是國中生 我沒有辦法花什麼錢 那我們心裡抱的唯一一個想法就是 去魔術商店買魔術道具的人 肯定是會魔術的人 我們只要想個什麼辦法 跟他們攀談兩句 然後說不定人家大發慈悲 可以教我們一些東西 對那 其實一開始就是這樣 每個禮拜都去 然後去到店員很討厭我們 因為你是國中生 你就只會講一些很討厭人的話 然後又不會買 然後那時候 我還記得那時候魔術圈交流的文化就是 我要跟你交流嘛 我先變一招給你看 你覺得不錯 你也變一招給我看 我也覺得你這招不錯 我們交換 這樣才可以交流 但是呢 我們兩個什麼都不會 所以那怎麼辦 我們就是看 躲在遠遠的角落 然後看兩個人在交流的時候 看可不可以偷看到些什麼 所以你知道他們很討厭我們 其實說實話嘛 好我現在要來說實話 當時我可能不太敢說實話 我那時候覺得 某些店員很帥 某些店員就很討厭 很帥是帥在哪 就是他 既懂了一些我不懂的知識 然後還可以 跟我這樣正常交流 耐心的解說 然後幫我找我適合 給我一些建議 給我現階段適合的資訊 或是東西 那很討厭是怎麼樣 就是 他就是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就是用一種幸運樂的眼神 看我啊 或者是 跟別的魔術師之間聊天的時候 故意用一些鼻子才懂的 然後我就是一個外人 我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一個麻瓜 然後 以此為樂 當作開玩笑 這種就是我很討厭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可能得到的心得是什麼呢 就是 真的是事在人為吧 並不是說魔術師都很怎樣 或是看是誰 魔術在誰手上 要說真正有學 我覺得 開始有學到東西的話 可能是 因為電源固電也無聊 那可能覺得你國中不買東西 但是如果沒有客人的話 他也就只有我可以講話了吧 然後就會弄一些手法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我沒有錢買 所以弄一些手法的東西 然後就看看 喔 看看我的造化 就殊不知可能下個禮拜 我軍店比他熟了回來給他看 他就會嚇到 他就會覺得 慢慢的把 就是對我的態度慢慢轉化成 對圈內人的態度 圈外跟圈內的這一條線 到底是怎麼跨過的 如何讓圈內人 也一致認為你是圈內人 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早期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分享的 都算早期的階段 對於現有的魔術就已經是 那個有點像鐵綠吧 我不覺得我應該改它什麼 我只想要看到人家演 我覺得很棒 然後我學下來照演 那中期的話可能就是 大量表演 我現在會把 大量表演的這個過程 算是中期 找自己的過程 我到底想要如何 傳達表演給觀眾看 然後我也在找一個 我舒服觀眾也舒服的 表達方式 就是一直在找的過程到 我覺得這樣算的話 是到近幾年 才算真正的穩定一個方向 現在這兩年 對我來說 是 晚期的開端 就是我開始會 不太想要演 所謂百分之百 純經典魔術 除非這個東西 我有找到我自己的 我自己放東西進去裡面 我才會願意演 我才會願意演 又或者是 原創的比例要夠高 我才會願意演 其實真正的大量表演 我覺得真的要算是 可能四年前 我開始做全職魔術師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只秉持一個信念而已 因為 我真的不是像一般 可能跟很多公關公司接洽 然後他們就發我去 春酒尾牙那種接活動的 我不是屬於那一種 那 到底我該怎麼成為一個魔術師呢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從高中就立志要成為職業魔術師 那也因為這樣我就念了 文大戲劇系 因為我覺得 在舔志願的時候發現 就只有戲劇系 是跟魔術最相關的 但是即便我到大學四年都畢業了 我還是不知道 要怎麼當一個魔術師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要成為一個魔術師 肯定要有大量的表演經驗 那既然我現在可能 很難講我怎麼樣 接表演來過活 但我知道的是 我大量演出就對了 那當時有一個 一個魔術師 國外的魔術師 我看了他的訪談片段 他算是我的一個核心思想 David Blaine 我記得他在一個 訪問的時候 主持人就問他說 你是什麼時候立志要成為一個魔術師 那你怎麼去開拓你的可能演出機會 然後David Blaine他回答一個我覺得 聽過最狂的答案 他說我根本就 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魔術要怎樣賺錢的 我只是愛上魔術之後呢 我就每天學魔術 專業魔術 然後拿著一副牌 走到路上 變魔術給每一個我看到的人看 然後我想像 欸 這句話要是別人講的話 可能就覺得很吹牛 但是 如果是David Blaine 我百分之百相信他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 我就相信 我不管 我先不管什麼商業模式什麼 反正我就只要有大量大量的表演 一方面我可以有所成長 另外一方面有夠多人會看到我 對 出來做全職的第一年 那當然 可以想見 不可能會有 直接很多人來找我表演嘛 所以 我就主動出擊了 只要 當時有任何人邀請我去表演 我就會試情況 那 可能 演出費的話 我不會太講究這個演出費 一定要到多少的標準 就我只要 評估狀況 他 他的那個表演呢 其實 真的是 善意的邀請我去的話 演出費低 我都會去 那另外就是 公益演出我會去 例如說到養老院表演啊 是去弱勢單位表演給弱勢對象看的話 那就是免費 我就去 那大量的這樣表演之後 我就 有在某幾場的弱勢團體的表演 讓我很觸動我自己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我既要大量演出機會 然後 我把我的時間 現在放在這些弱勢單位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寶物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應該要大量做 所以我在出來的第一年 就決定要一年做一百場公益表演 對 那其實這個有好多個考量啊 就是一方面是我剛剛講的 這兩個是互利 然後再來就是 我在糟告天下說 我要的量很大 所以大家是真的要積極找我 你找我 是在幫我完成這個數量 對 對 有一場 育幼院的表演 那 我就覺得好啊 要讓小朋友開心的話 我當時還會做造型氣球 我現在也是完全不做的 我還會做造型氣球 我就 找了一些可能小朋友會喜歡的元素 然後就準備要表演給他們看 結果我到了現場 我才發現 根本就 沒有小朋友 我是不是被騙了 但是他們的確 真的門口的牌子就寫育幼院了 然後進去到那裡面有個活動中心的禮堂之類的 然後主任就上去了 所有的那些住民啊 其實看起來明明就是叔叔伯伯阿姨 那主任上去之後 他要先開場致詞嘛 他就說 各位小朋友們 我們今天有邀請到魔術師哥哥為你們表演喔 大家開不開心 結果下面的叔叔伯伯阿姨 全部都是這樣子開心 我在旁邊我就傻眼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呢 我就問了旁邊的志工 他說 你不知道 這邊是專門收容 心智年齡停留在五歲以下 是這樣的對象 我說 那這樣我等一下上去要叫他們 小朋友 OK 那 那我 因為我從旁邊看 我就已經看到 很多人的狀況 是很外顯的 因為可能 心智上的問題也有 然後 身體上面的殘缺也有 好 那有些是你沒有做好心裡準備會嚇到的那種 就是可能他這樣一直笑 或者是一直搖頭 一直抖動等等 那我就覺得 當下我告訴自己說我一定要穩住 就是因為在台上的任何一個不自在 就會放大到全場都感受 所以 那一場很特別就是 我覺得 結果來說當然很好 好 但 我自己挑戰我自己的部分是 我克服的那一關 就是 我真正的放開心胸 然後一視同仁的 對待 就是發自真心的交流互動 所以呢 那一次是這樣子喔 我說有沒有人自願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叔叔喔 他就說 我很積極 就像我朋友那樣積極 我就說你 結果他這樣子喔 YES 然後 結果YES完之後 他下去撿他的助行器 因為我在台上 我看不到他 其實是不方便走路 他撿助行器之後 他就這樣子 慢慢走到台上 他走台的這個過程其實是很漫長 速度很慢嘛 但全部的人都幫他加油 結果他一走上台 全場歡聲雷動 根本沒有變魔術 對 就是綜合這樣的 所有的氛圍感染之下 然後 再加上最後的最後 我演出結束 我 所有去參與的志工跟我都很感動 然後 剛剛被我叫上台的其中一個叔叔 他就拿著一張 Open醬的著色畫 他就拿來給我看 然後我說 這你畫的喔 你好棒喔 他說沒有啊 這次送你的 結果他送我之後 你知道我當下其實眼淚是有打轉 對 然後我回來之後我就想想想想想 之後我就覺得 中了評判了 我應該要來搞這個一百場公益演出 對 回應這個感覺 嗯 魔術是什麼 我其實可以有很多的切入點 而且我很難選一個來講耶 就定義上的話 我覺得魔術就是 魔術師 當著觀眾的面 表演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這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這個觀眾無法解釋的 而且造成他 可能情緒上的感染或悸動 是震驚或是 對 他情緒上是有起伏 有波動 有想像空間 我覺得這是定義上的魔術 那 那 對我自己來說的話 魔術算是一個 我活 活在這個世界上也快 也有三十年的時間 我目前接觸到一個 我最開心的表達自我的方式 跟觀眾溝通的方式 我當我站在台上 唯一一個魔術師的角色出現的時候 大家是可以漸漸的接受我這種 奇裝異服啊 或者是說這種講話的語調啊 或者是做種各式各樣奇怪的事情啊 因為我是魔術師 我就是要來創造大家的想像空間 大家可以理解 理解這件事 所以我可以用我喜歡的生活方式 活在這個世界上 對 我覺得一個很關鍵的點 是我自己在大量表演以前 我就已經看了很多很多的國外魔術師 國內外魔術師的表演影片 那我研究的不是只有魔術本身而已 我研究更大的 就是更吸引我的 是觀演關係 好白話一點就是 觀眾跟表演者之間的關係 不要只站上台也好 或是接觸一個 切入一個桌邊也好 他用什麼方式跟觀眾互動 就會影響到觀眾怎麼樣看待這個魔術師 接著影響他怎麼跟他 就繼續 往下互動下去 那我看了各式各樣 因為魔術裡面其實有分很多種 例如說心靈魔術啊 喜劇魔術啊 大型幻術啊 因為這種場合的不同也好 或者是表演類別的不同也好 如果一個心靈魔術師 像喜劇魔術師 這麼輕挑的來講話的話 那你可能神秘的那個部分 就會往下降一些 你沒辦法同時兼顧 所以我都會研究 怎麼樣可以讓觀眾 應該說我都會研究 然後 這個觀演關係之後呢 我就挑出了幾個 我很心所嚮往的 那以當時來講 就可能是 Tony Slidini 然後或者是 鬼手王寶和 對 然後 然後 Tommy Wonder David Blaine David Copperfield 當然 Chris Angel Zero Takayama 對 很多這些魔術師 我各有各欣賞他們的點 然後 我就會希望 我喜歡他的這個特質 我就想要成長 也成長這個特質 想要他的這個特質 也想成長這個特質 所以呢 就會有意識的去 可能每一場表演 就會 就會關注自己 有沒有 這一場表演有沒有練到我的這個特質 然後下一場表演 能不能再往下再走一步 對 那 剛剛講的是比較理性上面的 這樣的分析 但其實 我覺得同時存在的是 很直覺很直覺的 就是 那個是 我感覺到 我就直接做的 你要說為什麼我喜歡那些 我根本說不上來喔 可能就是 我身為我自己 我就喜歡那樣 對 像鬼手王寶和 他的那個互動演出 三仙歸動的這個表演 其實可能台灣 當 以前沒有人在表演這個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你要跟觀眾對立 你要跟觀眾對嗆 你要叫觀眾拆你的台 你還鼓勵他們做 然後他們拆不了你 你還嗆他們 這樣子可以嗎 那我就覺得厲害啊 為什麼他可以一直 踩在這個中間 但是最後觀眾是對他心不口服 那這是我想要的特質 所以我就一直往那邊去做 我 在我 在我 就是可能十幾年前 學魔術的時候 整個 台灣 我講台灣就好 的氛圍是 大家都很尊敬魔術 但是才 十幾年過去了 這個感覺已經完全被另外一個感覺取代了 就是你說你是魔術師 大家就已經直接跳進來是一種 戲樂的眼光來看了 就可能是 你要變給片片小孩 變給小朋友看啊 但是十幾年前真的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帶影響到 現在開始學魔術的人 一開始你可能也會是 是先以魔術是一個很淺的東西來進入 就覺得我只是 就好像我 我不要亂舉例好了 舉到別的領域這樣就不好 但我是說 就本來就不把它當做一個很認真嚴肅的事情 那再加上可能他們接觸的觀眾 就已經是現代觀眾嘛 所以可能他去實際去表演 帶著這樣的態度去表演 然後得到了反饋 那就更加讓他確定 喔魔術就是一個這麼淺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 要怎麼解決呢 可能就是台灣的魔術圈 大家要努力長出多一點 就是 夠深入研究魔術的魔術師 因為觀眾其實是完全可以看出差別的 只要這些魔術是夠多 觸及的觀眾也夠多 那整體的環境就會改變了 觀眾們就會知道 你編的這個是小把戲 但是我知道魔術有厲害的 有高深的 對 我同時對於魔術師這個行業的未來 極度的樂觀也極度的悲觀 先講悲觀的部分 我有時候都想像我自己搞不好我會中年失業 因為你看現在 為什麼大家看待魔術的方式變了 跟資訊流通的發達有很大的關係 你即便不想要看魔術揭秘 你可能隨便滑你不小心都看到 而且他們都用很信任的方式揭秘 然後再要是像 厲害的知名魔術師 例如說劉謙老師他上春晚表演 然後馬上有一堆網民們破解 但你知道 然後我覺得魔術的神秘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 這個神秘 想像空間的堅不可摧 只要一旦他感覺 有人可以摧毀他 有一個方式可以解密 他甚至不需要去了解 真正細節的解密方式是什麼 他只要知道有解密方式存在就夠了 就已經毀掉他的想像了 那所以說 魔術表演真的我覺得在未來是會越來越艱難 而且我們拉長歷史來看的話 魔術的輝煌時代可能是100年前或是200年前 那時候的魔術師每到一個地方表演 是當地的頭條新聞 對可能他們的影響力 跟現在的好萊塢語心是差不多的 所以整體來講 都是在往下走 真的要拉長看的話 我才活30歲 那接下來可能 我都說我還要變魔術變50年 但是這個有前提 就是魔術師這個行業還沒消失的話 對那接下來有什麼 可能 又不知道科技會如何進步到大家 假如說真的就像什麼影集黑記裡面講的 植入一個晶片 所有你的腦袋全部意識相通了 哇塞那你就用想的就可以搜尋東西了 那魔術還如何存在呢 這些我就 很難講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像 對 好這是我極度悲觀的部分 好那極度樂觀的部分是 也就是因為這個氛圍 然後讓 我覺得讓全世界 願意 付出很大努力在魔術這個領域的人 變得很少了 那也就是說 我願意付出很大的努力在魔術上的話 整個世界對我來說算是一片藍海市場 我競爭者很少 對 所以這是以樂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其實我都說不準 我只能 對對 以我現在的觀察是這樣 就我真的覺得 發展的極限 應該說 人認知的極限就會是自己發展的極限 我有個階段是 可能我在求學時期 我對魔術有一個很 我自己的一個搜尋範圍 然後我的認知 誰誰誰走到哪走到哪 然後我就覺得我將來 我得具備這些能力 但是到我可能出來 真的在表演的時候 表演上 經過大量的演出 我慢慢的成長到我想要的能力 但就 感覺不到下一步了 就是表演上面的下一步 那時候被自己的認知給受限 對 但 因為那個東西是 講起來是很空泛的東西 也不知道自己卡在哪 是迷路的感覺 那後來 後來逃脫這個巡迴就是 讓 真正要閉關 所以其實 其實在疫情來之前 我有一年 我明明就不是一個CAS很多的魔術師 不是那種CAS爆滿那種的 有一年 我還直接就 在我的粉絲專業上面 招告大家說 我要閉關了 你們不要來幫我 不要再找我表演了 我可能接下來有四個月的時間 我都不接表演 對 你演出費再高 我都不接 因為我要來 重新修煉 對 那可能就在那四個月的時間呢 好好靜下心來 然後又去接觸各種各樣的領域 然後重新找到下一步要發展的東西 三星龜洞 我幾乎可以說 我目前的職業 要講職業生涯嗎 四年啊 對 沒有很長 我幾乎可以說是靠三星龜洞養活的 那 我已經感覺到我太仰賴三星龜洞了 我要繼續仰賴它下去 可以啊 我可以再仰落它五年十年 說不定可以啊 但是只要哪一天 這一套真的已經不再管用的時候 我手上唯一的東西是三星龜洞 這是一樣 就是比較負面的這個想法是這樣 但是比較正面的想法是 透過三星龜洞 我一直在磨練一種很特殊的觀演關係 對 那這個觀演關係 我是完全可以移植到別的節目上面的 所以我現在表演任何東西 我都可以跟觀眾即興互動 完全一點都不擔心 觀眾不在我的劇本裡面 我反而樂見大家不在我的劇本裡面 我可以用一些方式把它處理回來 變成一個亮點 那這個讓我收容很多 所以我希望如果說把這些也都分享給我的 可能魔術師同行們 或者是前輩們 或者是後輩們 有更多人也可以一起來修煉這樣的觀演關係的話 我相信對大家幫助很大 因為他曾經就幫我很大 就是覺得 雖然我的狀況我覺得很幸運 這兩年我也沒有 沒有到真正的 可能到最後一線 完全彈盡圓決 然後必須要轉租其他的行業來貼補 但我也不覺得這是一件丟臉的事 因為我就真的知道 魔術師不過就是一個工作而已 不過就是一個職業而已 如果真的要講成在商業面的話 所以說 我覺得兩個轉變吧 就是我 我原本對於魔術師這三個字 放得真的很重很重很重 好像是人生的全部 但疫情的兩年 有點把這個概念打回原型了 我稍微客觀點看一下 自己原本過分講求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魔術師這個行業很有趣 因為你在台上都在扮演一個 做到超乎常人能做的事情 然後觀眾大量都會給你 超乎常人的崇拜眼神或者是掌聲 那在這樣子不斷的一場又一場的表演 不斷的一場又一場的洗腦之下呢 自己就會多少受到一點影響 就會覺得自己超乎常人能那麼一點 對 那在疫情來之前呢 就大量演出嘛 演著演著有時候還是會 哇好像有點自我膨脹一些 那一樣疫情打回原型 就是沒有 你再怎麼樣 你把自己叫大仙 不代表你真的是個仙了 你還是個凡人而已 跟你我並沒有什麼不同 對 那當然在台上扮演 好好扮演 好好創造觀眾的想像空間 那是上台的工作 但一樣又是 我覺得又是陰陽兩面啊 我想要回去以前的狀態 那當然啦 那時候表演的時候 不需要去在意這麼多 尤其我喜歡即興互動嘛 光是我表演 你就算讓我不要戴口罩 我的觀眾們都戴口罩 我根本就看不到他現在喜怒哀樂 又或者其實這個大家 在心理上影響觀眾 他就覺得我戴著口罩 我現在笑跟不笑 反正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是可以收著的 我是可以hold我的情緒的 觀眾潛意識會這麼做 再加上很多的時候 觀眾的感染之間是 我因為看到大家笑 所以我跟著笑 我看到這個觀眾笑 所以我跟著笑 那現在全部阻斷 每個人都是 小小寂寞的城 那 所以我當然希望回去啊 那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疫情兩年 讓我停下來 我其實也有感激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渴望那個閉關嘛 當時我還要 還有這種 壯士斷亡的決心 才可以閉關四個月 現在不用 你現在不用壯士斷亡 你想開關 你都開不了關 你就好好的閉關 對啊 所以 以前兩年期間 我就 我覺得很多的想法 都跟兩年前 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個很感謝 因為如果我一直持續這麼忙 一直持續的 唸唸唸唸唸 一個人可能每天的精力有限 思考力能放的地方也有限 對 對 那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可能就差不多的結果 我其實不反對破解或揭秘 我反對的是用一種輕蔑的態度 來看待破解跟揭秘 你會看到一些標題講說 這一招劉謙騙了我十年 原來這麼簡單 騙了我十年OK 原來這麼簡單 不OK 哪簡單 簡單嗎 對 所以 我真的覺得 台灣很幸運 可以有一個劉謙老師 來帶領大家的那個 的標竿 因為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是教學 但是教了之後呢 學的人 他不會覺得魔術是 已經簡單了 他看得懂 魔術的技術點難在哪 怎麼樣控制那個態度 怎麼樣一心多用 這些全部都是要練習的 但是 當一個錯誤的引路人 用錯誤的方式 帶領觀眾看 那他們就會用錯誤的方式 來看待魔術 就喔小兒科 原來這麼簡單 其實也很難理解這個 這個狀況 有點算是自然的推演 因為像我剛剛也講 我國中看到那個魔術 我第一開始知道秘密的時候 我很大的失望 但是失望 就是因為它對照的是 我原本一個很大的想像 魔術本來就是用一些技巧 一些策略 完成一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是無限大 我們居然是用有限的技巧做到的 當這個技巧被發現的時候 那當然是 失望 對 所以我覺得 破解不是無可厚非 應該不是無可厚非啊 破解要用對的方式來破解 那這邊我可能就想要補充一個 可能我近兩年來又 再次被震撼的一個感覺 我在看荷蘭一個已故的魔術大師 Tommy Wonder的教學片的時候 我就深深的有這種感覺 他的每個魔術設計之精妙 每一個台詞跟他的動作 跟所有東西環環箱扣在一起 他就是一件藝術品 所以我相信即便把這個教學片 直接公諸於眾 讓觀眾都看到 觀眾看完之後的感覺是respect 絕對不會覺得 喔原來這麼簡單 對 所以我們不希望讓觀眾這樣看魔術 那我們身為魔術師 我們能做的其實也不多 畢竟YouTube好像也沒辦法 讓我們去刪掉別人的帳號 那所以我覺得魔術師們能做的就是 我們要盡可能發展自己的東西 發展到接近這樣子的程度 讓觀眾他感受得到 然後能尊敬 對 這個完全是可以感染到觀眾的 可能五年前的話我會覺得 蛤怎麼可能 觀眾哪會想那麼多喔 然後那其實是反求足跡 我發現因為五年前我演的東西 對觀眾來說就是這麼表面的東西 所以當然他就這樣看 但是現在的話 可能我演完魔術 有觀眾他們常常會這樣找 他們過來然後 然後可能剛剛我演的三線歸動 進到他手上 然後等到這個曲中仁善 觀眾善盡的時候 剛剛上台的這個觀眾跑來找我 他說 所以你 你這個 剛剛那些手法很快我是知道 但 你這個應該不是魔術吧 你這個應該是某種功能吧 但我就會跟他好好解釋 就是說 魔術其實就是一種障眼法 透過各種各樣的策略 心理策略也好 或是 視覺殘留也好 然後去 創造一個幻想 你剛剛看到這個幻想 就是 我給你最大的禮物 那 可接受 對 而且加上 我覺得我對自己的誠實 對觀眾誠實 他感受到我的真心 真意之外 他 多理解了魔術一點 他對 他下次再看到魔術的時候 他完全可以區分 好魔術快魔術之外 他也會認同 魔術這件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我會說 我們真的是費盡千辛萬苦 你 你想像不到的努力 才可以 呈現在你面前 一個小小的想像 所以 它是一個 催淡可破的想像 請 拜託你們可以 跟我們一起 好好一起珍惜這個想像 這是我們給你 最大的禮物 我的天 解決心 我會想到你的 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